歡迎收看 依士凱 依士凱 四位帥哥好 賴依士凱 我們今天三位朋友來賓 如果人生有機會重來 可以改變發生過的事 你最想改變什麼 我最想改變的是 這有什麼要改變 爸爸媽媽不要改變 你本人就是富二代 我覺得你說人生 你要想要重來 那也沒辦法 該發生都是命中注定 那你有沒有一個蠻後悔的事情 在年輕的時候 我在年輕的時候 如果可以重來你覺得 我可能不會選擇這樣子 我應該 那你就不會是富人囉 我覺得以我的資質應該 應該 到哪都會發光 應該走黑道比較好 真的就是 好恐怖 這一段能播 那是什麼 不是 玩笑話 不要當真嘛 對啦 玩笑話在演藝圈 百無忌急 百無忌急 是 所以有時候人 不進一室不長一室 更不要說我們醫生 對啦 醫生雖然都是從菜鳥 你說你問他們 願意當醫生嗎 不願意吧 我沒有 是不是 這醫師不當醫師 太可惜了 所以你也要怎麼知道 他當主事 可能收入更好 對不對 真的 最會講幹話的 但醫生其實 有時候他心裡 也會有想要 從來一次的醫療經驗 真的 對 也許 因為當初都是菜鳥 只是現在都是很厲害的醫生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 有什麼狀況 可以重來一次的 好啦 來 我們看看 你看喔 給醫師一把人身重來槍 再來一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糗到不敢回想 菜鳥醫師烏龍一羅筐 人生度這樣跌跌撞撞過來的 鄭醫師 你個人就可以聊三集了吧 被發現了 是不是 我聊一下 我當年 算是來 組織醫師當沒幾年了 但是碰到一個年輕的 這個實習醫師 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們開這個 子宮肌瘤跟卵巢瘤 那估計大概要 大概兩個多小時 所以我們就會請他們 腹腔鏡手術 請他們放上尿管 因為尿管放上去以後 尿會排光以後 這個膀胱就不會漲起來 不會不小心去弄到膀胱 那通常放尿管 有時候護理師放的 有時候是實習醫師放的 很多實習醫師都是跟著 護理師在學習的 那那天可能那個護理師 是不是認為 實習醫師已經放過一些了 所以他覺得不難 應該有經驗 對 我並不知道這事情 我開始開以後 差不多半小時我就說 為什麼膀胱時間站起來呢 那我就拿那個器械 敲一下膀胱 沒有水球啊 裡面應該有個水球才對啊 那水球就是讓它不會 尿管不會掉出來 我說檢查一下那個導尿管 結果他們一拉 掉出來了 水球整顆在外面 我說這水放的 實習醫師就說我放的 我說那你有檢查過嗎 我覺得很好放啊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說你放在陰道裡面 當然很好放啊 那空間很大啊 然後我說你重點 你沒有回頭拉看看 他說我覺得很順 就沒有拉了啦 後來我就說好 重放重放 那我就休息一下 結果護理師去放以後 跟我說找不到尿透口啊 我說怎麼可能沒有尿透口 你以為他平常都沒有尿尿啊 真的 然後我就說 他說真的找不到啦 我說不可能啦 我就跑去看 這個人的尿透口 真的找到位置比較 它是倒向那個 朝向陰道裡面去 離個太近了 大概近 可能不到0.5公分啦 就剛好朝向那邊去 那你手奔開的時候 它弄平了以後 它跑到裡面去 而且變沒有開口一樣 變平了 後來我就要自己去放啊 所以我回頭想 當我們很菜的時候 就是糗事是很多啦 你知道最糗的事情 是以前那個 張振榮分享的案例 才好笑咧 做那個直腸鏡喔 切片 切下來是子宮頸 他在這裡分享過啊 你想不到吧 太離譜 找到哪裡去了 在台北某大一切事情 傳回笑談 他的學長 就放進硬道啊 就把他一看 一顆腫瘤 一顆切下來 他以為是切 想說怎麼可能 他說就真 這個故事 後來傳片全員 那所以說 這個我們回頭想 如果他能夠再來一次 我們會鼓勵他的時候怎麼樣呢 你要照SOP 比方說你放完 就應該回拉一下 有困難怎麼樣 像前輩 像上級求救 一定要學習這樣子 你們我問一下 像我問一下 其實做當畢業是一樣 他都有一些口訣 比如衝脫泡 泡蓋送 他有一個程序嘛 他有沒有一放 二拉 三什麼 都沒有口訣 好像沒有 醫院都沒有任何口訣嗎 有了 但是這個沒有 這個太簡單了 哪方面有口訣呢 沒有 急診最多 因為我們急診有時候 情況很緊急 然後有時候 你如果是菜鳥 你會亂掉 所以就是像我們的 叫叫CAB 就是我們在急救的時候 先叫病人 求救 然後就開始胸部按壓 然後顧呼吸道給氧氣 對 然後像我們的ATLS 就是高級創傷救命術 你就ABCDE 就是呼吸道 呼吸 然後看有沒有出血 然後看有沒有神經學的異常 然後要把病人整個 徹底的前後檢查 就是我們急診會比較多 這一種口訣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 病人一來 很多的時候 比如說大量傷患 一台車出了好幾個車禍 同時來三四個重傷的 你其實就是 對 會比較有 我想應該都有一些SOP站 比較不容易出錯 對不對 那柯醫師你這邊呢 那其實我之前在菜鳥 我菜鳥也是好幾 二十年前的事情 對 那時候職業是第二年 就是要上夜班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學長 就是很嚴格 他每次都說 你怎麼知道病人大便是什麼顏色 他說紅色你就信 你怎麼知道不是鑽紅色 他說黑色你就信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吃什麼墨魚麵 對 所以他就是說 反正就是病人 只要消化到有問題 他常常說你該挖大便就要去挖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常常就是要幫病人挖大便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婆婆 她其實就是年紀很大 然後又常常便秘 然後又痔瘡 所以她就大不出來 因為會痛嘛 那家屬也幫她灌場 我又先請護士幫她先灌場 結果灌場之後 婆婆還是一直大不出來 她就很痛一直 我就想好 那我幫她 把大便挖出來 對 然後我就戴了兩層手套 然後就潤滑衣弄多一點 我請家屬就說 你就幫我顧一下婆婆 顧一下婆婆 然後我就要去挖大便 結果她就很碰到會痛 所以她就屁股就往後面一絕 然後就不小心就滑進去 然後我就 然後婆婆也啊 然後家屬也啊 然後我就趕快收回來 然後就 就當場明傑在那邊 走錯門了 走錯門了 很尷尬 對 走錯地方 真的很尷尬 然後我就整個 整個耳朵就紅起來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那我們換個手套 對 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真的超尷尬 我記得我碰到一個蔡醫師 就怎樣就是 我當兵的時候 然後剛好移房 那移房之後就會有 有調一個警衛牌 然後我們要去 上衛兵嘛 就顧東西這樣 然後有一天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你菜...菜鳥 那菜鳥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打電話 為什麼 因為打電話給女朋友 怕兵變嘛 打電話時間是很寶貴 我剛好下哨要打電話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還是插卡式的 圓圓的就看到一個學長 然後走來 那個學長是怎樣這樣 因為每個單位 都有調區一些 特殊的單位 比如說舉權隊 或是蛙人部隊 他們快要退伍的那一個月 或那一個禮拜 才會調回來歸健 回到圓部隊退伍 那他其實 正常的兩年時間 他是都不在隊上 是... 所以你不一定認識他 然後我就看他走來 然後手上拿了一瓶 像綠茶一樣的東西 走過來 結果發現原來他在喝酒 那...就... 他就跟我聊起來 但我一直顧著那個 要打電話時間 兩個呢 就他要請我喝酒 我不願意 我想要打電話 兩個就起了爭執 起了爭執之後 就開始搶那個電話筒 兩個人很幼稚 在搶電話筒 你知道嗎 跟那個殺蛇的一樣 跟殺蛇的一樣 鼻到殺蛇去 電話筒像蛇一樣 一直跑 一直跑... 結果在那過程裡面 我們眼角都被那個話筒打到 兩個就掛材都流血 然後都... 有臉上都是 有阿兵哥就抱 然後他就直接送 旁邊是802 海軍802醫院 就送進去 急診室 然後進去 就稍微的 菜鳥的衣冠就來了 然後就... 鈴子一拉 兩邊先給你隔起來 幹嘛 打架 然後他就講說 這個我幫你先精創一下 大概逢六針 然後... 然後我就幫你打麻藥 然後那個學長很帥 我不用 我不用打麻藥 那個衣冠說 真的喔 你怎麼當問 我試過兩個 挖人 那衣冠說... 真男人 對不對 然後我就躺在旁邊 然後就縫 他真的很快就一下就轉到 蓮子一拉就轉到我這邊來 都沒叫嗎 他沒叫 都沒有 就很快就縫完了 然後就轉到我這來了 然後他就給我 蓋上一個綠色那個 然後就說一樣輕創 然後一輕創我就... 我的眼皮就這樣... 這樣勾起來你知道嗎 然後很痛 很痛我就跟著那個醫生 然後他就說你叫什麼 我說醫生 你沒有給我打麻藥喔 他說你不是四棟樑的 他說我不是 你們不是一起送來的 我說我們也是一起送來的 他是四棟樑 我是警衛牌 然後你問中... 他就問我說... 那你現在怎麼辦 我說醫生 那不然你給我打麻藥好了 他說我跟你講喔 我看完你這個大概五針 我已經這樣一針下去了 對不對 我麻藥再給你一針 你再三針 划不來 划不來 你現在就四針喔 你就... 他那個急診的床 不是有一個鐵欄杆 是這樣子放上去的嗎 對... 我就抓著 第一下我真的受不了 叫出來 我心裡想不行 他在隔壁 我們... 不要叫 不能叫 然後我... 我是四中兩 我坐起來的時候 那個欄杆有沒有 整個是... 我... 放死我了 但是我跟你講 那一次以後 我對針就很害怕 結果後來我們不是要打 公民那一針那種 對... 我看到針... 不會... 好痛喔 那個陰影太強了 很痛 真的很痛 看那個電影 藍波士尼鋒 放死了 真的很痛 我覺得可能那個學長 他是已經喝醉了 所以沒有反應 真的 酒心已經... 所以那時候他請你喝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喝了 我不知道 我跟他一起發生真實 搶電話筒你知道 我如果知道我喝啊 對不對 不過真的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打麻藥 因為我... 從以前到現在 這麼多年來 我只有兩次沒有打麻藥 第一次是... 其實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就是小孩撞傷了 嘴角這邊一個... 一個傷口 那因為只要縫一針而已 我想說 你打麻藥也是痛一針 然後我這樣縫一針 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那一次我就幫他直接縫 天啊 但是... 我很後悔 因為我被... 那時候縫完之後 唸到現在 被唸到現在 每次回家就叫太太就唸這樣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話是... 是拔指甲 因為拔指甲其實... 打麻藥 打在手指上面 非常非常的痛 為什麼要拔指甲 對啊 那是一個... 大概15歲左右 就國中生小女孩這樣 那她是拔指甲 所以必須要拔指甲 那... 當然我們大部分都會打麻藥 但是打麻藥 其實打在腳指頭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那一次我就問一下媽媽說 那她拔其實也會痛 但是打麻藥其實有時候會更痛 那你要打麻 那她想一想 她就看到那個針就害怕 就算了 就不...就不打了 所以那時候我是直接幫她... 幫她修剪 但是我很後悔 因為修剪完之後 然後她當場昏倒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趕快叫全院其舊 這滿七十大酷刑耶 真的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其實你即便你打麻藥 是很痛沒有錯 然後你可能只封印針 或許真的也還好 但是你有打麻藥 你至少接下來的半個小時 你是OK 你是舒服的 是喔 對 但是你不打麻藥的話 其實雖然就痛那麼一下 感覺上是時候一下 但事實上 封完之後還是會痛 還有後面的時間 對 後面還是會痛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